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天地 我是陈静 今天一大早 如果你摊开报纸 在很多各大报纸 头版的一个头条的一个新闻 都写到说什么 写到说 套利的一个热钱 然后撤离亚洲 台股面临9000点的一个保卫战 如果说你早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报纸 我想很多人可能心情会很紧张 特别是买错股票的一个人 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会想说 要是大盘再杀破9000 那么要怎么办呢 其实今天这些的一个讯息 这些都是过去式 并不是未来式 这些早就已知的一个讯息 包括什么乌港通 即将在下个月正式的一个上路 所以也吸引一大逼的一个资金 到什么前进对岸 另外包含着一个什么 预期升息的一个心理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美元的一个指数 从7月1号开始 一路的一个走强的一个上来 但是毕竟这些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过去式了 虽然大盘探底的一个危机 还没有解除 那么这一点 老师之前也跟他说过 从9532点一路的一个修正下来 到今天最低来到9084 虽然9000点的一个关卡的一个保卫站 整体的一个探底的一个危机 并没有解除 但是我要问大家的是什么 我要问大家的是 最近这些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讯息的一个因素 它跟实质的一个经济面 有关系吗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 所以对于后市的一个台股的一个发展 的一个看法 非常的一个简单 就算跌破了一个9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卡 相信不用太久的一个时间 随着这些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因素 消除之后 那么台股必将又渴望展开 一波强力的一个攻势 这一点我们日后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现在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选对股票 你今天就算大盘真的涨上来了 但是如果你买错股票的话 也是不好啊 你买错股票你还是照样的一个赔钱啊 那么要怎么选 就像我测表我说的嘛 MMT啊就看什么 印华 NFC啊就看什么 利旺 蓝朱涵跟五指登科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个老师不是今天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老师跟大家讲多久了 老师跟大家说过选钱啊 我们所要掌握的一个三大的一个主轴嘛 第一个MMT嘛 赖米的一个技术嘛 然后还有什么 Apple Pay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概念股嘛 加上阿里巴巴 但是阿里巴巴不是选网家 也不是选士官嘛 要选什么 选阿里郎嘛 为什么 这个待会我再跟大家来说嘛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嘛 为什么MMT的一个 奈米的一个技术啊 为什么就是看印华 就是看郁杰 今天郁杰亮灯掌听板嘛 当然郁杰我之前 我跟大家说过了嘛 因为老师就像一个大将军一样嘛 我们率领的众多的一个士兵嘛 但是郁杰他的一个成交量 每天都只有几百张而已啊 几百张怎么买啊 我们随便一扣马上 就拉到一个掌听板嘛 所以你会发现啦 这一路以来我们所带会员朋友 我们来布局的一个 锁定的就是什么 就是印华 那么这一段的一个时间啊 只要你有啊 持续锁定沉浸的一个节目啊 我相信不论你任何的一个 时间点你去买 到今天为止 你还是通通都是赚钱的嘛 不是吗 但是问题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问题的一个重点就是 你能够从五字头 然后一路抱到现在抱到九字头吗 如果你没有今天没有我曾经的一个讯息 没有我曾经来带你 你每天你看到的一个指数 哇每天的一个指数哇跌跌的一个不休 怕都怕死了 可能赚了一根的一个掌听板 赚了两根的一个掌听板 好高兴喔 但是呢后面呢 十根的一个掌听板 十一根的一个掌听板 你就错过了那岂不是很可惜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是怎么样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来操作的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一档的一个人让这一档的一个印华啊 从7月14号51块半 这个还是含现金的一个股息0.98块呢 全国会员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啊 我相信现在啊 你在看节目啊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印华我也知道啊 很多人都是看图说故事啊 然后可能问一个导游从底部这样 就跟你怎样画上来啊 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啦 那个并不能够真正来帮你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实实在在 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从低档这样一路的一个转上来 我敢说现在啊 没有人敢请全国的一个会员朋友来做见证啊 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7月14号的一个时候 我们敢买 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就是最棒的一个好时机 然后7月15号还持续做加盟 然后7月30号64块2 再度买进哦 甚至当天老师还送一份什么资料 送一份五湖你们的金标股的资料 跟大家做分享你还记得吧 我相信有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都很清楚 你也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嘛 那么甚至啊 你最后一次你在9月3号买的 到今天为止 你也都有最少也都有三成嘛 中间价差我们不要谈嘛 你光是从啊这一笔 然后到这一笔 这样两趟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什么 超过八成了啊 更何况中间的一个价差再把它加起来 这样多少了 这样已经多少了 已经一倍了啦 为什么我们可以抱得住 为什么我们知道从五字头可以一路转到九字头 各位 之前老师就跟他说过了嘛 我说啊一体成型的一个怎样金属的机壳就看可乘嘛 然后呢 MMT啊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机壳啊 就看啊 硬法 为什么是这样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啊为什么可乘啊 它可以从117.5啊 再一路飙到多少 312.5 很简单嘛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去年全球智慧型的一个手机啊 总共是达到多少 9.68亿支嘛 这个不包含功能性的一个手机嘛 然后预估今年的一个全球智慧型的一个手机啊 估计可以达到多少 12亿支嘛 那么在这12亿支的一个当中啊 其中高阶的一个智慧型的一个手机 大约是占4成左右嘛 等于是相当于啊 4.8亿支嘛 那么中低阶的一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部分 大约是占6成嘛 所以它达到多少 7.21支嘛 那么在高阶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机壳部分啊 就是谁的天下 就是可乘的一个天下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乘啊 在去年CNC的一个机台 去年底是1万5千 1.5万台 但是今年因为它还是什么 供不应求嘛 所以扩大资本支出 今年还要提升什么 到1.8万台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毛利率啊 将近5成嘛 那么去年啊 它每股赚进了18.38块之后啊 估计今年啊可以赚到什么 将近两个股门嘛 所以为什么可乘可以从100多块 一路涨到300多块 绝对是有它的一个原因的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像印华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今天预决还是涨停板嘛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MMT啊 为什么过去你只要能够掌握 从10块一路涨到80.3 大涨超过7倍呢 包含的一个什么 印华也是一样嘛 那你要知道哦 MMT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 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 因为你现在嘛你看到嘛 一体成型的一个金属机壳 它成本非常的一个高 但是如果说从过去的一个 传统型的一个塑胶的一个机壳 哇第一个硬度非常的一个差 而且外观的一个质感非常的不好 你可能手这样压一下 哇一下子你会发现 哎怎么断裂掉了 甚至什么 甚至它的一个怎样 结合度啊 以及它的一个散热性啊 都非常的一个差 但是印华它成功开发出 这样的一个MMT的一个 金属的一个机壳 奈米跟硕加的一个结合 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机壳 它不仅可以具备有一个什么 金属机壳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外观嘛 而且啊 第一个它的一个硬度 跟一体成型的一个机壳的一个硬度 几乎是差不多啊 并且它可以符合什么 轻薄的一个要求嘛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个生热功能 而且它的一个成本 几乎是一体成型机壳的成本 大约只有一半左右而已啊 那你会发现哦 像可成啊 哎它过去啊 它在高阶的一个手机的一个市场 它独占嘛 所以为什么它股价可以从一百多块 一路飙到三百多块 而硬华 刚好是打入这样的一个这样 这样的一个领域啊 所以你会发现嘛 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硬华 它能够从啊 五字头 然后一路飙到九十五块 九字头 到现在 还欲罢不能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路的一个掌握上来 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路的一个赚上来 那么如果说像之前这些的一个硬华 你可能觉得说 哎老师 硬华真的涨了很多了呢 哎你这样我买 我真的买不下手啊 包含着一个人 利旺啊 都已经来到三百多块一张都要三十几万了啊 利旺昨天我也跟他说过了嘛 短线来到高点 他会震荡 但是他还没有结束嘛 那么这些的一个股票 都已经大涨上来了 你买不下手 没有关系嘛 我说啊 有两档的一个股票 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你可以看到嘛 第一档 南竹涵 来 这档的南竹涵 9月16号 哎老师就跟他做分享 我说当天的一个压回 当天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放量突破谁在买的 那么放量突破 量缩压回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把握 结果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我们带会员朋友 开始来进场把握了 开始来进场把握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这一波怎么样的一个大涨上来 那么今天 强势的一个量缩的一个震荡 那么今天的一个震荡很漂亮 从过去的一个5字头 到今天来到的一个6字头 那么他结束了吗 昨天放量啊 大涨啊 今天量缩啊 那么我问你啊 该怎么做啊 很简单嘛 你可以看到嘛 8月营收创历史的新高嘛 月增19.79%将近两成嘛 年增超过将近五成嘛 连续四个月创下历史单月新高嘛 秘密武器加密宝 机箱搭上什么 苹果Apple Pay啊 还有抢进大陆庞大 网购行动事务 跟网络金融这些的一个商机嘛 那么包括什么 上半年美股EPS啊 是达到2.19块嘛 年成长达到37.7%嘛 那么去年美股赚了3.67 预估去年可以有机会挑战多少 5块钱 那么现在 哎才在多少 才在六字头左右而已耶 去年去年赚3块多 今年有机会挑战5块 那现在本益比不到12倍 那么我问你一家有成长性的一个公司 我们本益比我们把它估算数倍就好了 那么后面有几成的一个空间 你去算一算 起码还有三成 那如果说20倍呢 那不得了可能就是7成就是8成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锁定的一个股票 就是这样有本质 有未来性的一个好股票嘛 包含着一个五指登科啊 哇今天真的是要恭喜大家 恭喜我们会员朋友 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我们FB的一个粉丝成员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哪一档 所以台北股市不是没有行情啦 我相信今天五指登科啊大涨上来啊 一定很多人又会拿出来跟你讲 一定有很多人会追捧我们的一个股票啊 看到今天涨停板 然后赶快啊插一档插两档 赶快敲进去 然后再公和涨停有用吗 没用嘛 你要昨天买嘛 你今天涨停板你才能够赚得到啊 所以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如果说啊 你过去你错过了印华 你错过了新汉 那么下一档的一个印华 到底在哪边 如果你有想要坐在有体财 有未来的一个驾驶上 让别人来追随我们的话 来 老师啊 老师啊 今天特别特别给大家一个大游会 今天来店前五名啊 独享啊 199 让你吃到饱 下一档的一个印华 敬请啊 务必务必 要赶紧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啊 因为机会不能 你是有选择的一个好机会 今天来店前五名 老师给大家这样一个大礼 我希望你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在介入一档股票之前 我们最先会考虑的一个因素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什么 体财嘛 它的一个体财 到底具不具备爆发上涨的一个潜力嘛 还是说它的一个体财只是一词的嘛 这个你要分清楚嘛 第二个就是筹码嘛 到底谁在买 是大户还是小朋友 那如果说是大人买 大人来帮我们做台教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得更加的一个安心 而且可以赚得开开心心 那么第三个就是什么 时机嘛 出手的一个时机非常的一个重要嘛 到底你是在哪一边出手的 是大涨上台的时候哇 才扛起来叫会员朋友去追吗 绝对不是的嘛 你一定要能够领先市场 然后掌握到一个起涨的一个契机嘛 你才能够怎么样 赚得更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路以来啊 老师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不论是印华 你会发现哦 印华老师这一路以来 已经从五月份 从七月份啊 一路跟他追踪到现在了 从七月十四号啊 五十一块半啊 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啊 进行锁定的一个动租 进行布局买进的一个动租 各位啊 你来看嘛 当时候老师就跟他说过嘛 我说下一档的一个加世达嘛 的一个翻版在线嘛 啊这一档是哪一档 啊这一档不就是印华 就是MMT 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七月十四号的一个时候嘛 当时候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啊 MMT金属以及啊 塑胶奈米结合的技术嘛 那么印华成功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技术 抢进大陆的一个中梯街 这样的一个手机的一个市场嘛 还有他的一个转投资啊 哇包含眼睛眼睛这也是非常的一个赚嘛 甚至啊他还抢进日本第一化成啊 打入的一个怎样 日序汽车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嘛 所以你会发现当时候 两年长期大抵 第一档放量转强 各位啊当时候几号 七月十四号 七月十四号 是不是跟加斯塔的一个模式一样 过去加斯塔我们从啊 六月三十号十块八嘛 我一路赚上来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嘛 那么同样的 印华也是一样嘛 七月十四号 各位啊 七月十四号 当时候几块钱 五十一块半啦 全国会员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啦 你可以看到 五十一块半市价百进啊 绝对让你买得到嘛 然后呢 隔天呢 五十三块八啊 你看 你早一步加入 这样马上怎么样 开心转涨停嘛 然后这一路以来 你会发现 从七月十四号 七月十五号 甚至到七月三十号 你可以看到再一路以来 我们是怎么样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一路的一个转上来 我相信只要 你每天你都有持续老师的一个节目 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不是说随便图画一画 然后就嘴巴说说 这个有效 那个有效 你到三天没有 我相信大家眼睛都是血亮的 你会发现这一波的一个硬滑 从七月十四号 七月三十号 八月十五号 到最后一笔的一个九月三号 就算你买在最后一笔的九月三号 到今天为止都还多少 至少都还是赚三成嘛 那如果说你早一步加入 七月十四号 这样一路赚上来 中间的一个价差 这样赚上来多少了 都已经一倍了嘛 包含的一个什么 立旺我也跟他说过嘛 立旺今年真的会很旺嘛 果然真的很旺嘛 昨天来到383块 来到全高我也告诉你会震荡嘛 那今天果然震荡押回来了嘛 但是他结束了没有 还没有结束啊 但是很多人啊 可能会说啊 哦 老师 哇 这些股票很贵 没关系 在上一节啊 老师也跟他说过 我说有两档的一个股票 你务必要跟上 一档就是这一档 一档就是这一档 蓝猪汉 Apple Pay的概念股 那你可以看到哦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会发现啊 你会发现9月16号就邀约大家 9月17号 然后9月23号 持续在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今天呈现相对的一个抗跌 你可以看到从5字头 到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6字头了 而且预估今年整体的获利 有机会赚5块钱 这样的一个水准 去年赚3块多 今年有机会赚5块 而且你会发现量价 它的一个配合这么的一个漂亮 价涨量增 价跌就量缩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你还没有跟上脚步的 一个投资朋友们 你都还来得及 希望你能够跟上脚步啊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你今天办好入位手续的投资朋友 你把这一档股票把它带回去 把它带回去 下一档的一个硬华 你务必要赶紧跟上脚步啊 包括什么 五指登科啊 为什么五指登科 今天很多人啊 快告诉你啊 我们这一档五指登科啊 那你可以看到啊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它不仅是什么NFC耶 它也包括什么Wi-Fi 包括PA功率放垃圾 包括陀螺鱼 包括光学防守胜啊 还有什么Sendex的一个EMNC啊 就是记忆体的一个手机记忆体嘛 你可以看到它所代理的都是国际的一个大厂 然后上半年赚了将近一块 年成长比去年成长将近啊都超过一倍啊 而且去年美股赚1.28 那么如果我们保守估计 今年将有赚到多少 2.5元左右的一个水准 那么以昨天啊 它的一个价格 你可以看到27块的一个时候 2728我们买两笔啦 那么你看以昨天的一个价格 它的本益比起来多少 11杯 11杯 11杯你又跟15杯 11跟15 4成 11跟20 哦 也不得了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我希望啊 我们啊陆续啊 所锁定的一个股票 我希望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你真的要能够跟上脚步啦 那我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那么如果说 你不想错过下一档的一个硬华 你有想要啊 像硬华那样 坐在有体材有未来的一个教职上 让别人来追随我们 让别人来帮我们做抬教 然后从五字头 然后可以一路开开心心 赚到九字头的一个投资朋友 来今天老师给大家一个 特别特别的大优惠 来电前五名独享 199 让你吃到饱 希望下一档的一个硬华 你能够跟上脚步 今天办好入会手续的一个投资朋友 今天把这一档 南竹和这一档的五指登科 把它带回去 那么明天 你就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 一起开开心心来赚钱 最后祝大家 超凡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 特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